你好,下午的11点45分 在基地当实验成为态度 在基地这边要干什么的 那今天想到呢,我们就想到了 中共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 我不得不称赞他几句话 第一个,他有远见 第二个,他有智慧 第三个,他很聪明 第四个,他看得到当前的困难的 施政的困难再来一点 第五个,他保持着跟所有世界各地国家的友谊 当然美国人就很吃醋 就变成要打击他,反制他 其实我知道他并不是想做一个什么强权强国 他只是想说让中国大陆的百姓更过好的生活 你要让大陆更好的百姓生活就要走出去 把产品卖出去 就像我们高雄市长说 你走不出去怎么办呢 那要不然就东西要卖得进来 你卖不进来,你也怎么办呢 大家老百姓没办法享受到这些雾美的事 所以国家的领导人非常重要 市长的领导人非常重要 大家要选贤与人 大家一定要选贤与人 要快到选举了 你千万不要随便投这一票 要不然决定你的命运好坏 就像我是个残障人 残疾人 我受尽痛苦,社会福利 礼拜五有个社会福利的市长辩论会 我会去听 礼拜五就明天 礼拜五就明天